我想问的也是关于生死与修炼的问题 和我们张辉老师的问题有点相似 以前我是很怕死的 因为我的先生是一位移民中医 我跟随他呢 亲自目睹了一个晚期的癌症患者 就临终前的一个痛苦的那个模样 所以在我心里面就觉得 死亡是很恐怖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我不知道我死了之后 到底要去哪里去什么地方 后来呢因为我先生学医嘛 然后他就遇见了很多比较好的老师 就学医的老师 其中呢有一个是道医 就是道长师傅 他呢就看病非常的厉害 就是他跟病人 就是病人坐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能够感知到对方 哪一个部位有问题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他经常跟我们说 就是说人生病是因为新生病了 最高明的医生呢 就是自人的心 对啊 这个 当时我就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他能看到人的心 后来告诉我那个叫类单数的一个东西 我先生呢也跟随着这个师傅在练 但今天我听了这个课程以后 我对这个类单数的东西产生了一个疑惑 它的含义是说在人体内建立一个生物量子能反应堆 就是说人体内能够不断的散发出能量 这又不会死就会藏生 但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立天之道 它并没有走在我们的中道当中 或者说是 它也是我们死后的一种选择 一种归宿 因为六道轮回嘛 它后来就会回归天道 我不知道我先生念这个是不是对的 谢谢老师 不能够说它不好 但是要知道 这个也是一种素 这是一种素 一种方法 因为它还没有了悟生死大事 所以要去练那些 但是要知道那也是一种素 它是要练就一种什么 逃生素 或是金刚不坏之素 但是那些都是水素 只要它没有学到智慧 念心不会安心自在 对法界 对于道 它就没办法全然的信任 所以它要练各种素 所以重点就是 那是一种素 要练是要练也可以 问题是还是不容易真正的大安心大自在 你要真正大安心大自在 必须要去参透道是什么 道与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 如果这方面没有下功夫 好好去参入的话 那只是 在电各种素 OK 好 那如果练这种素 只是为了 就是说 救度 那种生病的人呢 因为他 以前是学佛的嘛 他之所以选择从事 医生这个职业 就是因为他想就是去减轻病人的一个痛苦 是发了这样一个愿 以前他不是学医的 是半路出家去学医 所以因为发了这个愿 他成长也蛮快的 现在医术水平也还可以 如果是 他是这样的一个发心去念这种素 是可以的吗 要玩可以 我说要玩那些游戏可以 但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他就会很真实的 陷入在那个世界里面 如果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就会 所以也就说 那些都还是属于一种治标 不是智本 智本是要有智慧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就可以玩一支游戏 如果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他很容易 一个人练就有成之后 很容易就变成长养果慢 不管那些艺术再怎么厉害 都只是在治标 除非你能够来到治疗心灵 治疗心灵 问题是你本身必须要 觉醒要有智慧 不然的话没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放下 世俗医生的工作 我不太想当世俗医生的工作 因为那些只是在治标 就算我在什么神通广大很厉害 什么气功特异功能很厉害 能够帮助什么 无形开刀 但是要知道 那些都是一种术 怎么样让自己了解道 然后顺天之道而为 怎么样协助众生觉醒 过顺天之道的生活 这是更重要 从根本来解决 更重要 谢谢老师